大家好,我是小怪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女孩被人贩子卖到山村嫁给傻子 只要她一逃跑,全村人都会来抓她的故事 小强和小薇是一对情侣,两人放学经常一起回家 这一行为被同村青年来福看在眼里 同样对小薇心有好感的她感到非常嫉妒 小薇回到家,她的父母也警告她不要继续和小强交往 第二天,正准备去接小薇的小强被来福拦住 来福带人把小强教训了一顿,并警告她不许再接近小薇 可此句非但没能拆散两人,反倒让他们的感情更深了 来福看这个办法不行,就直接去找小薇的父亲提亲 小薇的父亲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 原来,来福的父亲是村长,小薇父亲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才干脆的答应了他 晚上,父亲把提亲的事告诉了小薇 小薇虽然不愿意,但也无法改变父亲的决定 于是,小薇找到小强 两人约定,三天后动身去广州 可没想到,小薇的父亲在一次上山打猎的时候 不小心打死了同村陆坤的弟弟 陆坤扬言要去报案,却在半路上被好友牛刚拦了下来 牛刚说,报案顶多赔付棺材 如果两家私下和解,也许还能多要点钱 陆坤想想也是,就让牛刚帮忙去和小薇父亲谈判 本来通过牛刚的游说,陆坤已经答应赔点钱就算了 可没想到,陆坤的瞎眼娘不同意 非要用他弟弟的命换一个媳妇 小薇看着饱受折磨的父母,自愿答应嫁给陆坤 可他心里却有着自己的打算 因为三天的期限已到 小薇趁着陆坤外出的功夫逃了出来 准备和小强私奔 却没想到,在半路上被埋伏的牛刚绑架运出了村子 原来,这一切都是牛刚的算计 他早就计划把小薇卖出村子 小薇被卖到一个不知名的山村 被迫嫁给了一个傻子 面对傻子的侵犯 尽管小薇百般挣扎 最终还是没能逃脱他的魔掌 第二天,小薇趁着傻子睡着跑了出去 没想到被全村的人堵截 最终又被抓了回去 回去的小薇免不了被傻子一家毒打 从此以后,傻子一家只要出门都会带着小薇 就连干活的时候也会把小薇紧紧绑在树上 可这依旧没能阻拦小薇求生的信念 他挣扎开来,向村外跑去 可没想到,小薇再次被村子里的人捉住 气愤的傻子父亲把他带回了家 并趁着傻子在外干活 对小薇伸出了魔掌 受到催残的小薇寂静崩溃 可他还是趁着傻子父亲不注意逃了出去 并在村子里遇见了一个声称可以帮助他的男人 条件是让小薇把自己奉献给他 事后,男子却已先让小薇博取傻子一家信任为由 把他送了回去 就这样,小薇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又一年 并最终为傻子一家生下了一个孩子 一天,小薇在河边洗衣服时 遇到了一个收药材的男人 小薇仔细一看 这个男人竟然就是朝思暮想的小强 原来,小强自从小薇失踪以后就一直在找他 两个猎人终于重逢了 小强要把他带走 小薇却执意要带走自己的孩子 于是,两人约定在村口大槐树下见面 可两人的行为恰好被村民看到 并再次告诉了傻子一家 就这样,回家的小薇又一次被傻子父亲关了起来 绝望的小薇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他拿出收藏多年的白布选择了自杀 只剩下在村头苦苦等待的小强 好,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怪怪看大片 对了,这部电影叫做《强威生死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